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台日韩之间的FTA还是要签 但是之前大家记得吗 就是在整个的钓鱼台的争议当中 大家想说大陆人不会去日本了 所以会来台湾 但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效应 于是大家就开始检讨台湾的旅游环境 就一发现台湾的旅游团低价抢陆克 打出了零团费的噱头 零团费 那这个旅行是要赚什么呢 结果是赚不到钱 得要靠陆克购物消费抽佣金来补贴 但购物行程太多了 陆克也说以后可能不会来了 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 台湾的观光还有希望吗 台湾的导游忍无可忍 上街抗议要求重视 基本工资还有权益 我们来看这一则报道 自从开放陆克来台 引发华语导游考照风潮 当初宏极一时的导游工作 现在却没人想做 旅行社为了抢生意 用零团费吸引陆克 再靠着抽成回扣补贴成本 导游的收入跟权益直接受到影响 造成旅行社倒闭上百位导游上街抗议 出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做问卷的访查 那我们只是看到很多回来的 这个问卷的意见是表示 可能购物的行程太多 或是购物的停留时间太长 游客上抱怨太多消费行程 但导游仅能靠购物抽成补贴 只能从购物回扣来支付团费 每笔消费平均抽20%到50% 当初刚开放来台 各家旅行社整抢路客团 现在又有零团费旅游方式 演变成台湾旅行社不敢接路客 甚至有旅行业者因为接了路团 付不出大笔团费 周转失灵关门倒闭 连带当地的餐厅商店也收不到钱 忍无可忍之下 旅游业者只好走上街头抗议 GC新闻总和报道 低价抢客甚至有零团费 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吗 要请李总来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这边收到的消息是 如果说现在大家最喜欢来举的例子 就是来台湾玩八天七夜的话 你猜多少钱 只要2万2千5百块钱 这么低的价格 八天七夜怎么玩得起来啊李总 结果上八天七夜的2万2千5百块 必须你还要扣掉 它整个的一些 其他的吃住的这些费用 其实它还有机票 大家不要忘记了 对啊还有机票 因为2万2千多块扣掉机票 还有这是末端售价 所以你还要扣掉大陆旅行社的成本 跟它的利润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八天七夜在台湾一个合理的 我们先来算一个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我来台湾八天七夜 一个合理的一个吃住 就是不是说吃吃龙虾住皇宫 就是一个基本的 住三四星旅馆那样子等级的话呢 游览车八天七夜平均起来 一个人大概差不多2千5百块左右的成本 那住宿费七个晚上 一个人一天抓1千块 也就是一个房间抓 一个晚上2千块的房间 天啊那是什么房间 就是一般大概就是 三四星等级的商务旅馆 就是一个晚上2千块 差不多 因为旅行会打折 然后呢就是八天七夜大概有15餐 一餐的话大概就是 150块 预算的话大概一个人要吃到 2千4百多块 这都已经最精简了 然后台湾环岛一周全部的门票 包括什么故宫阿里山 所有门票加一加 大概是800块一个人 还有其他你要支付给导游 司机还有一些税金相当保险 这些杂志大概一个还1千6百多 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个旅行社 在不赚钱的情况底下 大概一个人成本要花到 14400块左右 也就是观光局当初在规定旅行社 60块美金最低接待标准的 还有10块美金就这样算出来的 哪有是这样子来的 可是呢 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是一个不对等的竞争市场 那再加上我们两岸的政策上面的也有一些 两岸政策上也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台湾单方不能解决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台湾的话呢 目前可以接待400多家旅行社 大陆是216家 感觉上好像200多家有400多家好像差不多 可是大陆是一个管制市场 也就是说我广东只能够做广东生意 我上海的旅客不可以在广东这边报名 所以广东大概平均只有6、7家 上海可能也只有6、7家 那变成说我们400多家要抢6、7家 生意的时候 天啊 这时候就是会变成 陷入一种流血竞争 价格取胜 而且我讲台语一个俗话的时候 做生意没策略就有 所以说很多低价抢客的情况自然就会发生 那纵使今天呢 之前没有错很多人会讲说 我们政府好像有俗话 不是说规定一天一个人60块美金的 绝对借来标准吗 但是我坦白跟大家讲 这个部分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 没办法用政府力量去控制自由经济体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社会 那我今天我喜欢接20接30 其实政府你真的管不到 可是如果我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话 我最简单的一件事 我就限制你们可以去接路客的门槛 我根本不准400家 我只准100家 那就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其实应该这样讲 市场上面不用到100家 只要有3家就乱了 这么厉害 大家会杀到这种什么路 大家就会竞争 我们台湾人知道3家就可以杀到你血流汤 你不用100家 3家就竞争了啦 那基本上呢 你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其实大陆出国到全世界各地 不是只有对台湾 我必须要这样讲 我很平衡的讲 中国大陆出国旅游的这个团的话呢 目前是全世界人口第一名 它是第一个最大输出国 而且它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全世界的各国都在争取它的观光客 可是呢 它们整个低价情况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 所以不是只有来台湾 到香港 到泰国 到欧洲 到日本 全 只要是中国大陆旅行团 出国旅行团 一样都是低价团 所以接入客的全世界的旅行社 大家都苦瓜了 是没有错 其实你只要到 不管是我们邻近国家有接入客的 都是一样的长相 就是 一整个全部就是低价团充施的市场 可是它当然也有一些高价团 可是比例很少 大概差不多就是8比2或9比1 10团里面可能1、2团是好团 其他8团都是低价团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放弃低价团市场的时候 那你只能坚守这个高端的市场 可是高端市场 必须量能是有限的 那你想想想 而且来台湾是非常特殊的属性 全世界 他们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自由行 我举香港为例好了 香港一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在抱怨说 大陆低价团充斥 让大家赚不到钱 为什么赚不到钱 因为我们低价揽客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一块4千4 然后可能我们只收它4千块 另外1万块是不够的 旅行社想办法要去 靠人家买东西再补回来 可是香港跟那个泰国情况是怎么样 是他们当地的旅行社 我去香港两天一夜 我不但不用给香港钱 香港还要给大陆钱 这已经他们已经到这种情况 就是要买人头了 已经到 对 买你的团员过来 不是零团费 叫附团费 就是我还要给你钱 那他们的品质应该比我们台湾更烂 没有错 所以品质更烂 所以说我们不要比烂 我们要找他做好 对不对 好 OK 台湾 因为台湾有很大的一个 目前情况是什么 我们自由行人数很低 像上个月自由行只有2万5千人 可是我们就是整年来讲话 香港的话自由行多嘛 香港1400万的大陆的游客里面 一半是团 一半是自由行 所以说很多人 很多民众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好像都是固定的这些人赚到钱 一般民众赚不到钱 就算是坦白讲 那个观光股六福村是观光股 可是呢 六福村从来没有陆客进去啊 所以观光股会涨跟涨 陆客跟它没关系 因为陆客不可以消费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呢 你要让整个百业社会 就是唯有我们政府 要大量开放自由行 让自由行的人数 跟团体有人数要balance 这样大家才有可能有机会 再来第二个 这是唯一的一条重要的道路 这条重要道路 这路线是一定要坚守 对 路线要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为什么目前的情况 会遭到说 哇 唐达怨声载道 就是导游要上街抗议了 旅行社连接团量 第十一大的华耀旅行社 应声倒闭 然后外面 听说他被倒了好多好多钱 因为也没有倒 大陆没有付给他钱 导一定是欠了一堆债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 应该这样讲 中国大陆的不对等 到一个程度在哪里呢 就是今天呢 因为像我们经常去 大陆那边跟他们做一些商业谈判 或者是继续做业务推广 谈一些合作 他们的合作很简单 没有错 我们政府规定45天 你要把台湾费付款 这是两岸 经过两岸正式协商 45天 大家讲好了45天 可是讲好45天 往往他们 大陆的商业条件呢 是说 我们公司到全世界去旅游 不存在先付款 而且我们公司就是三个月才结 你能不能结 我一个给你一万人 你要不要 你不结 他不结 自由的接 反正有四百多家可以结 反正有一家抢了就完了 对 然后呢 重点来了 三个月 可是往往勤款再给你拖一下 又四个月五个月 他不倒你 不得了 他慢你就好了 那这个在观光统计上面的话 这叫应收账款 应收未收 那假如说今天我们两岸谈一个条件 我们政府出面 对不起 你那个钱不是给我们旅行社 是给我们一个 政府对政府相对的一个中间机构 你的钱先摆进来 至少那个钱我们看得到嘛 不要到时候再给你拖三个月 谁受得了 没有错 其实之前我们旅行工会 也有跟我们的政府提案过 是由旅行工会 全国联合会来主导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 那么海基贵为什么不干呢 信托的一个账户 对啊 捡起移民署帮忙配合什么 你要送 大陆人来台湾要送签证 先把钱先到位啊 你要送签证 OK你把团废缴清 这非常容易的事 我这会发签证 对 可是呢 这部分这样子的机制的话呢 我们政府机关也没有纳入 其实我们的政府就要 可以帮助我们业姐做很多事 但是没有帮忙 这本来就是 我常常觉得我们的官员 不食人烟烟火就害死人了 没有错 你还有什么苦水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既然低价团我们赚不到钱 旅行都要赔钱流血 因为我一个人不够贴一万块 我这个团接二十个人 因为刚刚讲过嘛 一万四千四百块 那我可能只有收到四千四百块的费用 我另外不够一万块 我要自己想办法 那等于说我二十个人 我是不是先赔二十万 那我就想办法 让我导游在外面去卖这些产品 不管是买大理石 买钻石 买钟表 买茶叶 买凤梨酥 买珊瑚 买到了一定的树之后 我们的导游都是靠卖东西来赚钱 最后他业态就变如此 那最后如果说客人没有买到一定的数额 我的佣金不够到两万块 就是不够到这个一万块的回补的时候 那旅行室就赔钱 就接了团做了苦工做了辛苦还赔钱 那真的是很还不来 可是那时候他自由行呢 自由行是不需要 那个这么辛苦的嘛 自由行反正你机票住宿 然后你当地的接送把你安排好就有钱赚了嘛 可是 我们的移民署的话呢 既然会发生一个情况 就这样怎么说呢 中国大陆的旅客 他如果是跟团 他必须要透过大陆的旅行社 帮他办赴台通行证 台湾有赴台通行证 之后台湾的移民署 我们旅行社帮他办入台通行证 他有双证 然后可以入台 对 等于说呢 大陆的旅行证 批了这个权力在 台湾的旅行社有担保责任在 可是呢 自由行的旅客的话 大陆并没有要求 大陆的公安厅 你可以直接 旅客自己本身到大陆公安厅去 办理赴台通行证 他可以直接把赴台通行证交给台湾的旅行社 他可以跳过大陆的主团社的旅行社 可是台湾的移民署 会要求我们台湾的旅行社 你要有一个大陆的旅行社才可以 那我很多大陆的旅行社 像我们有很多台商的朋友 他们很热情的帮我们介绍很多客户 这些客户是可以直接 我们自己可以接待的 这个问题是出在我们陆委会 很简单了 就过去陆委会主委干了那么多年 就把这一块把大家给卡死 所以陆客自由行为什么过不来 是陆委会的责任 没有错 我认为说 觉得是我们移民署真的要好好检讨 他不要帮到嘛 真的不要帮到嘛 但是呢 再来就是说呢 刚刚讲到这个 为什么这个低价团 台湾穿不到钱 是因为他基本上我觉得 他这个整个走完的时候 他走很多shopping站不是吗 对 很多人大家都在说 我好像路客两百万 我都没有赚到钱 很多小商小贩都没有 因为这些路线都 我们旅行社都是有规划好的 你只有店开在哪里 你店开在风景区边上 比如说阿里山边上 摸到一边散客 对 你可以绕到一些客人 其他的时间的话 大部分我们的购物商店 都是已经有安排好的指定的商店 所以我就常开玩笑 只有日月潭 那阿婆卖茶叶蛋赚到了 一颗十块是真的赚到 他真的赚到 陈云林来也要吃一颗 没有错 那除了这个 除了这样子的路线上面的旅馆 接待大陆客的旅馆 接待大陆客的餐厅 还有接待大陆客的购物商店 还有游览车 这些确实他们都赚到钱 旅行社是赚不到钱 而旅行社很多在赔钱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这样走一圈下来 你会觉得说很多人说 路客匆匆经过 为什么不多停留一点时间 因为没时间 因为时间路程很赔 都在购物站 那这个情况其实跟香港当年很像 香港当年开放大陆人 到香港旅游的时候的前三年 香港媒体民众都在骂 很多谈话节目也在骂 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什么 因为也是团进团出 团进团出的话 就会被旅行社的行程固定好了 那旅行社固定好的话呢 那大家看不到就会骂 可是呢 一旦开放自由行之后 香港现在不骂了 香港现在每个都是热烈欢迎大陆的小胜 所以说只有开放 更多的开放大陆自由行 才有办法救现在的观望环境 好 感觉起来刚刚一路谈下来 就是记得 污水很多 对啊 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 就是陆客来台 他们起得比鸡早 跑得比马快 吃得比猪差 然后所以在这当中 大家就讲说 就有些陆客 来到台湾没看到什么风景点 倒是购物站跑得很多 那么在之前 刚刚李总也提到了 香港的乱象很早就已经反应了 如果大家还预期记得的话 之前有一段影片 他讲的就是香港的导游 阿珍 他讲说是你们欠我的耶 今天叫你们买一点东西 你们都不买 甚至最近还讲说把门关起来 不让他们出去 不让旅客出去 所以这些乱象如果不希望发生在台湾的话 你们有什么解套的方法 刚刚李总讲说自由行会是一个解套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但是整体整体来讲 台湾的整个观光产业应该要如何的调整 等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就叫李总 欢迎您再度回到点时曾经 我们讲说说台湾的观光股一度是非常期待陆客来台 一旦开放了之后大家就算一算 像是今年来台人数可以突破200万人次 商机算一算1400亿 但是刚刚李总为我们揭开了这样子一个有点丑陋的内幕 所以大家看起来好像台湾的观光好像根本赚不到钱 因为太低价了 所以餐厅饭店乃至于像是观光巴士 价格都被压低了 导游也赚不到钱都要走上街头了 如果说是购物站的话很多的港资已经入住了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好像也赚不到钱 于是大家就讲说说刚刚李总讲的唯一的解套方法就是自由行 那你怎么样来看自由行 我们能够把它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现在大概受限是不是法令的关系 对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因为两岸的整个政策上面的不对等 其实我们坦白讲 我们政府有很多单位 地方单位很努力 我讲一句说我刚从上海回来 我们在上海渔展的时候看到什么 看到侯友宜副市长在那边坐车阿咪 看到张仁向副建长在那边大声的叫喊 看到那个原住民委员会刘哲伟 刘副处长 带着15个原住民的朋友在那边进各个热舞 都在做什么 都在拼观观 看到好多业者在那边摆摊 每天撕吼送责品 希望来更多的客 可是我们来来的客呢 我们必须要仰赖鼻息在哪里 仰赖鼻息大陆主团社 他们呢 客人只能经过他们给我们 在客人经过他们给我们的时候的话呢 他那边要怎么给 大家就很有话讲了 因为他手上有客源 才变成就是你要不要 你不要自由的 因为我们很多家可以接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自由行就是尽量让双方不要太多的管制 包括台湾的旅行社 台湾的旅行社其实我们观光局 也给我们很严格的规定 我们要经过申请缴交一百万的保证金 有人跑掉我们要罚十万 那这个其实也跟旅行社屁事 又不是我们 这是很愚蠢的 又不是我们发了签证 对不对 是是是 好 那大陆那边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主团社不放情 不盖章 不担保 我们就不能接客 这变成我们这边就已经被 我们自己自断 自己断双手嘛 再来就是说呢 香港他们香港人很厉害 香港因为他们这种情况 十几年二十年他们都历经过了 所以他们经过整合成集团 整合成一个大集团 他们走工厂直营的概念就像是 今天呢 你可口可乐可能一瓶出台五块钱 可能店头卖二十九块钱 那这中间可能会有物流嘛 他们就用这种概念 我自己生产珠宝 我自己生产钟表 所以他可能在光光的部分牺牲打 但是在珠宝的部分一次把你捞完 对 因为呢 其实中国到来台最肥美的是 消费购物这一块 对 本来就是 那消费购物这一块的话呢 他把它锁在他自己的大的一个游乐园里面 其实每一个站 包括珠宝店 包括珊瑚店 包括就是钟表店 包括就是凤梨书店 都是他自己开的 旅馆他买下来 游览车他买下来 餐厅他买下来 就差航空公司没买下来而已 对 所以台湾也是这样吗 是 他们香港经营就是这样 香港现在已经把他的触角都升到台湾嘛 比例很高嘛 所以前一阵子香港的珠宝公司 也在台湾买房地产啊 我就这样讲好了 对 没有错 台湾就高雄了 高雄这个地方 它有差不多卖鑽石的珠宝购物商店 有差不多到五家左右 三家是港资 两家是台资 三家港资集团 就是占有了整个大陆旅行团 在高雄买鑽石 百分之七十五的生意 对 所以你看看三家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再另外百分之二十五是留给台湾去乒乓 所以这种不对等的情况再来 因为港资他们 他们可以把旅行者当作一个业务部门 旅行者赔钱没关系 我珠宝店赚钱 没错 你的赔钱广告预算打销 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现在请李总上来跟大家讲的这些事 这叫做真正的食物 这就是我们的官员 在高墙宅男门关在象牙塔里头 在拟定政策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 你越多的管制 管制出来是这种结果 结果我们台湾业界根本没赚到钱 我已经听过很多业者跟我反映过 其实我们想想看两件事 我们的劳委会 当初不是主张 我们的基本工资跟外劳挂钩吗 结果台湾出的那个外劳薪资全世界最高 但是那些外劳本身没有达到 是那些国外那些菲律宾印尼 那些外劳的相关的公司在那边转 就跟旅行社一样 我们的陆委会就管了我们的自由行 管了自由行的人数 你就变成都是团 然后我们在两岸对等谈判的时候 你又让他们变成了少数有组织的 手上握住了大量的客源 然后我们这边是400家 他们那边一个广东只有6家到7家 所以你要不要去求 你第一家拒绝 你到了第10家你一定答应 所以答案就是最后一团招 真正该赚的钱通通没赚到 所以我们的政策看起来方向对 但是我们的股价最真 饭店股哪有涨 通通通没什么涨 所以就卡在这边 所以李总你觉得台湾怎么走 自由行发展是一块 然后你刚刚讲说集团化 你也建议台湾 这两个人当然要谈判啊 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台 其实台湾的资金不输给香港的集团 本来就可以做 其实只是台湾有没有这样 台湾因为我们玩起步 我们玩香港 差不多10、20年接触 大陆这种旅行团的心态 其实我们都 大概我们业者都知道 香港的这几个三大购物 珠宝集团每年都赚钱 为什么 他旅行这算赔钱 可是他的购物商店 家家赚 再来他因为他买了游览车 买游览车 车子只要过了贷款期 他现金就回收 然后一样买旅馆 一样就回收 所以说他可以在旅行业上 做牺牲档 所以他可以跟你玩什么 因为台湾是散兵游泳 台湾旅行是中小企业 台湾旅行是没有 台湾没有任何家旅行 这是大财团背景的 很少几乎没有 那有大财团转投资的 他也没有什么在做路客 那你今天你要做 这样子大规模的路客进来 等于说 就是只有你把所有的 整合起来 变成大财团 你用你的旅馆的银鱼 用你的游览车的银鱼 餐厅的银鱼 这些银鱼的话 来cover你这个业务单位的亏损 这样才有办法跟港资对决 不然的话 台湾的旅行社 散兵游泳游击队 一定会被 他们这种集团军的 会被打败 可是会不会变成 只是换个人来宰杀路客 对于台湾整体的发展 还是不健康 但是前面来讲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购物商店的东西 被妖魔化 我必须很沉重 郑重的跟大家解释 它并没有所谓的压默化问题 因为台湾的购物 指定购物 旅行团指定购物店的规则 是全台湾最高等级的规范 因为买卖当中 如果说你在30天之内 发现货架不死 伪劣商品 我们有很严格的 贫保购物机制 它会直接 把你的损失赔偿给旅客 然后掉下它的牌照 不能再接待大陆旅行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所有的购物店的商品 都是工厂直营 它是直接用出厂价 然后卖给旅客 所以这东西来讲 你说它到底是不是 这东西价值在哪里 因为它是独规 因为独规 所以说它并不会有任何的行情的标准 所以说它自然 你不会去说 我可口可乐一瓶出厂价5块钱 7-11卖我29块 可口可乐很黑心 其实这不对 因为它中间有大盘 中盘有小盘 其实这一样意思的 我们可能 你一个钻石可能它出厂价可能是1块钱 它可能卖我 可能卖8块钱 但是里面可能有5块 3块钱 4块钱 是旅行社 导游 司机 领队 就是所谓的大盘 中盘 小盘 他们的利润的分配 其实一样的商业模式只是换一个方法 它把广告预算当作它的佣金的一个支出而已 其实大概是这样子而已 答案很简单 我觉得一个国家在拟定它的光光 尤其两岸的重要的政策的时候 想尽办法把钱让台湾的产业能够赚到 并且这样是比较容易控制品质 你钱不钱都让别人赚到 哪有个这么傻的政府 现在政府就是做这种政策 不过今天本来是想要留时间 让分析师来告诉我们 观光股有没有看头 这样听完了两个人脸色铁青 没有搞头 应该是看观光股好像心有点沉 不过这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总 你对台湾的观光还抱持热忱吗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也有出书 所以你怎么看台湾观光产业的未来 其实台湾观光产业是一个火车 因为它可以带动 其实观光产业它可以带动 整个的实柱型娱乐购物 所以我有出了一个新书 打个书导游淫对食物 全程出版社出的 那这本书就记录了 我在带团过程当中 带人家出国会来台湾的 整个的一些记录 但是我想说要讲说 台湾观光业其实它是有机会的 是因为刚好我们处在这一个正通期 正通期就是说因为两岸 2008年开放到现在才短短一段时间而已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不是观光客只有大陆客 我们还要在进行的推广 日本客 东南亚客 欧美客 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观光局有用心在推广 包括我最近到奥斯陆的机场 都看到我们登箱广告 达物族的那个船 就在奥斯陆机场那边看出来 看得好感动 所以说呢 我们的观光业是正在发展的行业 那在发展当中的话 我们还像是个小baby一样 其实我们政府应该多给一些扶持 让观光产业能够多长大 而不是呢 顺定一些很奇怪的规定 让他呢 在走的时候 走到这边撞一下 好像这边不能行走 那这样子就会觉得很辛苦 所以这部分的话 看得出来啦 业者是非常努力的啦 也不是说所有的观光 我们的主管机关的官员们都不行啦 重点是一个啦 不要当bombler的 聪明一点 跳一点 策略拟定了 台湾观光当然有机会 是 好 达物族的船呢 都可以飞往这个北欧的奥斯路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其实有努力的在发展观光 但是有一些像这样子 我们画地自限的政策 是不是应该要事实的松绑 不要像管制了台北股市一样 不给任何一点神级 在台湾的观光 会不会也因此受到质顾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也给所有的人 另外一个面向 从食物的角度 里总带您看得更通透 今天非常谢谢您 希望很快地看到您 谢谢 稍等回到现场呢 我们有其他的讯息提供给您 晚暴热腾腾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